在现代化的娱乐中到底有多少是属于不道德呢? 当我们进入一个娱乐场所的时候 你可以亲眼看到那些负责人是怎样想尽办法来影响我们的思想 他们的目的不外是想赚多一些钱 他们根本不关心人类的价值 和宗教和文化所将会面对的不良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认为在现代社会中 实践佛法是一件难事 因为佛教并不赞成或者鼓励任何形式的娱乐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这样的认为是不确实的 佛教鼓励文化和艺术 可视却反对会降低人格的任何活动 在以前当我们还是原始人的时代 我们只是面对一点问题 这些问题是来自于如何为群众寻找食物和住所 衣服的用处原本是保护身体 而不是用来装饰身体 今天我们比较了原始人和现代人的生活水平之后 就将原始人当成不幸和没有文化的人类 可视在目前的现代社会中 到底有多少百种问题呢? 他们大多数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找来的 因为我们自找难题 所以我们不能平静 不能安睡 没有胃口 以及不能够在处处不安的环境中 安排自己的生活 这个就是现代社会的性质了 可视在从前的人们 却能够过着平静的生活 他们有时间休息 和足够的时间去享受食物 以前的人 并不会为名利而做出卑鄙的竞争 如果我们轻易地指出原始人 比现代人更幸福 那一定会引起争论的 但是我们所讨论的是 假设我们能够减少生活的需求 可以像我们的祖先一样 只需要一些基本的东西 那么现代社会 很多不必要的复杂事物 和繁多的问题将不会存在了 很多的现代伟人 例如甘地和艾柏史怀切 就证明了 需求最少的人 就是最快乐的人了 根据佛陀的教导 都被装上了电子防导警钟系统呢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些额外的设备呢 难道这些就是现代化的发展吗 那些居住在高尚房屋里面的人 因为缺少安全感 而生活在永无休止的恐惧中 在以前 人们可以在树荫下 动月中 或者其他地方填碎 而不会恐惧和担心 他们当然也有难题 所有生存住的人都有疑难 可视现代人 就增加和复杂化了这些疑难千百万倍 这些都是不需要的 和是人类自己所造成的 下期见 下期见 可能行吗 是啊